安博NBA篮球快信,2021年1月28日,勇士想送太阳四连败。 星期五上午,NBA友好戏上演,太阳将在主场迎接勇士的挑战。 太阳遭遇连败,勇士就拿到连胜,此消比场之下,勇士今次能够延续赢球的机会很大。 另外,M直播届时,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 太阳在得到基斯保罗之后,他们今季的前景一片光明,球队也向季后赛甚至更远的目标进发。 太阳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,今季前六将赢足五场,在基斯保罗的调度之下,多名球员都有不错的表现。 不过太阳出现了一些问题,较为明显的是关键时刻,断电,八场输球有多达七场输分在个位数,除了基斯保罗和迪云布加能在最后时刻靠得住之外,其余球员都欠缺火候。 更为不利的是,太阳近期遭遇三连败,近两仗更是缺小敌云布加,基斯保罗身上的丹子就更重了。 另外,太阳最近一次常规赛主场对阵勇士,就以双位数分差输球,今次面对处于连胜的勇士,太阳再输多一锅都不出奇。 经历了摆烂的一季之后,勇士今季本来都值得期待,可惜基利汤迅,在赛季前的一次训练再遭重伤,今季继续报销,勇士实力大减。 不过即使是这样,勇士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,毕竟队内还有超巨史提分居里,安祖域坚斯和奥比利等实力猛张。 虽然他们开局,连续大败给南网同攻陆,但在史提分居里的带领下,勇士慢慢恢复正常水准,他们目前录得十胜八负牌在西岸前八。 值得称赞的是,奥比利在赛季初断手感冰凍,被球迷气称为寒冰射手,他没有失去投篮的信心,近期这位球员的准成回来,奥比利发挥越来越好。 而安祖域坚斯,就一改以往在木狼时期,不争不抢的态度,这位天赋极高的藏元狼,开始对现天赋,他未来表现都相当值得期待。 今次面对士气低落的太阳,各方面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勇士,今次有望拿走胜利。 在阵容方面,还有中锋斯马拉基斯和前锋马昆斯查斯因伤无法披夹。 你听着的是安博NBA蓝球快讯,刘逆军报道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